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选座位等等 我待会跟你讲这个选座位是有问题的 他一定要买了票才能选 开了票才能选 那这个国外的航空公司是什么 还没开票就可以选了 你只要去reserve就可以选了 然后这个选餐点待会给你看 一定要什么才可以选 一定要商务商才可以选 然后这个预办登基 它也只有兩個選項 就登機陣列印出來 還有傳簡訊 可是它那個簡訊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它簡訊只是提醒你 你已經網上報到 然後還有一些問題在裡面 我給你看 因為 UAL我沒有定位 我這裡給你看我的定位 那麼大錯 沒有 對 沒問題吧 這不是道路到別人看 李天巡嘛 看到沒有 左上角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我的卡號 對不對 卡別啊 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看這是 這是我拋棄棄子的 這個 才會飛這麼多嘛 對不對 我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 我是不是已經打了帳號密碼 已經進來了是我 對不對 它這裡面有問題 為什麼 我待會告訴你 它的系統有問題 為什麼 好 比方說我告訴各位 來 我要選座位 我不是按了選座位嗎 它又叫我打 會員卡號跟密碼 為什麼 它不知道是我嗎 你知道這怎麼回事 你知道 它這個程式不是一次寫完的 你懂我意思嗎 它寫了一個 另外一個小程式 就是讓你選座位的程式 所以它 當你點這個功能的時候 它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叫你 輸入帳號跟什麼 密碼 它這個程式有沒有連得很好 沒有 沒有 所以理論上 我應該要再打這個帳號密碼嗎 不需要嘛 因為你已經知道是我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打得不好 對不對 然後呢我再給各位看 好 要再打一次對不對 進去啊 對不對 跑出一大堆 定位記錄 對不對 好 來 點給各位看 我要選座位 你看它跑出什麼 對不起 對不起 本系統僅提供 已購票旅客使用 對 所以我那個是定位的 開票沒有 還沒有 它不讓我選位置 你知道你去試試看國外的 你去試試試看 你play一下UA的 你去試試看 你說你要隨便挑個地方 究竟在哪裏 你進去 你只要還沒有開票 它會讓你選位置 它會讓你選位置 這個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好 這個它不讓我選對不對 那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一個 我已經開票了 它大概就讓我選了 你看 你看又要再輸一次 這系統很友善嗎 我告訴你 華航還可以 長榮也不好 我們國內兩大航空公司的website 在我來看都40分50分而已 啊 長榮比華好一點是不是 也在我來看也都不怎麼樣 那怎麼會這樣 因為它沒上過我的課 沒有 再輸一次 你不會覺得很討厭嗎 對不對 好 又才輸了一次對不對 它又進去了對不對 然後我看 我跟你講你看 這個它就會讓我選了 然後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問題在哪裡 有鬼哦 這真的有鬼哦 請注意 對不對 出來了 好你看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 這J嘛對不對 它讓我選位置 它這個就讓我選位置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已經開票了 禮拜天就要去了 所以對不對 你看我這一段還沒選啊 有沒有我這一段還沒選位置啊 所以呢 1好 那我就選個 選個2吧 好 就輸進去了 繼續 OK好 所以對不對 這個是選位置的部分 OK啦 因為我跟各位講 我有什麼 我有那個 我有無線卡 所以我都可以免費生人 我的票事實上都是經濟商的票 可是我可以免費生人去做商務艙 對 為什麼要花那4萬塊 因為我常常飛嘛 你看那定位紀錄半年之內有6趟 對好 然後我再高過稅 比方說我要選餐 你看好我要選餐 我哪裡會記得我的定位代號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些東西都是後來疊上去的 可以選餐啊 可以選位置啊 他本來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他是另外再要call一個subroutine 你會寫程式就知道 call個subroutine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東西有沒有 程式有沒有寫得很好 他就不願意花這個嘛 系統會好就是要花什麼 花這個嘛 所以你說我如果不秀給你看 你就不知道他這系統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你真的被氣死啊 欸 如果是我的密碼 如果是我的那個卡號跟密碼 我還記得對不對 那定位代號是 我哪知道我定位代號 然後定位代號在哪裡 前一頁啊 我要回去找前一頁呢 然後我跟你講更絕了 定位代號 你有的時候想說我把它copy 對不對 他有的時候可能 他這裡是可以copy 以前連copy都不能copy XXX 對不對 好然後請各位注意 這是選座位嘛對不對 沒開票不能選 我再給你看喔 我要選空中精品 又來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系統寫得不好 我不是我不是奧客 我不是奧客 我不是那個衡量理服務品 只是神秘客 你知道 I'm just a regular customer But look at it Does they provide good service? No 我跟你講長榮 我也試過也不是很好 Not that good 我們國內的航空公司的網頁 那你更不用講什麼復星啊 那種小航空公司 更不用講了啦 這兩個龍頭都是這樣子 差人家很遠啊 差人家很遠啊 他應該是分歧而且不同的運作 對啊 就是 不是你知道他應該要怎麼樣 你知道 他應該就是 就是我跟你講 這是規模的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人家航空 靈魂航空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 他一天有幾千個航班 你知道嗎 所以對他來講 他花個幾億台幣去 重新upgrade他的website 一次就把它搞定 對他來講不是很痛啊 對不對 可是因為滑航他可能就覺得說 哇我一次要搞那幾億啊 太多錢啦 其實這個不必花很多錢 這個應該是 不是因為你一開始 你的整個東西都已經有在那裡了 你最後去upgrade的時候呢 你事實上只要再多花一點錢 不用花那麼多錢的啦 你這看我們這種會寫程式就知道 你騙我沒寫過程式嗎 就是我們對戰中心 我跟他講說你 你把你的選客系統弄好一點 那他每次跟我講 李院長 我們才剛剛把那個選客系統renovate的過 有一次我就火大了你知道 我說主任 你騙我不會寫程式嗎 我說你騙我不會寫程式嗎 我說我素博士班是讀功課的喔 他說喔 他就不講話了 你以為我白癡啊 我不會寫程式啊 你如果去跟文學院長講 那我抱歉啦 我沒有對文學院長不尊敬啦 你去跟文學院長講 那他可能被你唬住了 Don't tiger mean ok 不要唬我啊 我不是被唬大了 不是被嚇大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寫得真的不好啊 這給你看example嘛 所以你就比較一下 這你就比較一下這個 他也不算 華航也不算小了 你知道嗎 全世界排名也不算也不算小了 你去看看他的website 然後你去看看 規模不會比我們差 你去看看Casic Pacific 你去看看國泰的 你去看看國泰的 你去看看一些 中國大陸的東行 南行 對不對 國行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些的網頁 你就看那個custom service 你在網頁上面serve 那種是不是user friendly 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我特別是我做CRM的這種研究的 我看你的service 我看就知道 你這好不好騙不了人的 對不對 所以你說 我們為什麼有經驗呢 我馬上就去測一下你的系統 然後你知道 你的系統有沒有問題 然後馬上會給你講 你的系統漏洞很多 如果別人可以 你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只能夠已經購票的人 才能選位置 那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那不開票 反正你有個期限 訂票之後沒有多久 就把你定位cancel掉了嘛 三天之內你如果沒有開票 你就把他的那個什麼 你就可以把他cancel掉嘛 這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跟各位講 這個 你看有的是叫你打卡號跟密碼 有的是叫你打定位代號 姓名 對不對 這個是不 consistent 你不覺得他的要求的那個information 也不一樣啊 這個對作者 對使用者來講不 friendly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study一下 我們待會兒還可以 各位再看別的website 那你就知道了 我們還有很多website 讓各位去study 因為現在全部是在網頁上面嘛 對不對 關掉 好再來看 JetBlue 又找個航空模式給我看 JetBlue 為什麼講這個 它是一個很小的航空模式 可是你知道它很好玩 它的call center都是虚擬的 虚擬的 什麼東西 什麼叫virtual的call center 一般來講 我們期末一定會去看call center 我會讓你們去看對不對 你通常看 你通常對call center的idea是什麼 就是一個block一個block嘛 你有沒有在那邊接什麼 接電話嘛 他最重要的不是那個人啊 是那個系統啊 那你現在多數是什麼東西 他沒有那個 他所有的人都在家裡面接電話 都在家裡面接 那有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你就是系統什麼 design的好一點而已嘛 就是說他平常他的電話進來 就是直接 就從他的交換機 就是看哪一席有空 就dispatch到那個那一席嘛對不對 那他這個只要稍微複雜一點嘛 就是現在就變成說你那個 你只要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system能夠support 他在家裡面接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他家裡也可以啊 那就是看你在家裡面 有沒有busy而已嘛 那當然他就要注意到啦對不對 你不能夠就是說 因為在現場你都看得到嘛對不對 你不能耍Line嘛 那在家裡面你就不能說 故意不接電話啦對不對 那問題就是你要有一些monitor的機制嘛 對不對 那如果基本上你的員工 是比較有self-discipline的 這個問題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我如果沒去說 為什麼把它寫出來 它的call center是virtual的call center 就是它沒有一個centralized的call center 你知道嗎 也就是你在家裡上班啦 這個意思啊 那它的系統會比較複雜一點 initial的setup cost可能會比較什麼 高 就因為你在家裡面嘛 那個系統本來是中央 就一個大的地方 比如像我們這一邊 比方說有個20系30系 你就每一個人一個角落嘛 你就坐在那邊那耳機啊 系統嘛對不對 那你平常不能亂跑嘛 對不對不會亂跑嘛 可是在家裡面 我平常都看不到你嘛 除非用webcam嘛對不對 那如果webcam可以監控 沒有privacy的問題 你就不會亂跑嘛 你最多就是去上廁所而已嘛 趕緊做paperwork 所以就去做paperwork 對不對 那你請注意那call center 為什麼在台灣會貴 就是因為你要一片啊 那一片可能要幾百坪啊 在台北市嗎 幾百坪開玩笑 對不對 那現在一坪喔 那兩百萬啊 現在你們 你在台北市區 就兩三百萬啊 現在很平常啊 那你要搞一塊了嗎 兩三百坪的地方 那多少錢啊 那沒有嗎 那五億也要十億 沒有十億也要五億啊 那是incredible 所以你那個五億十億省下來 你去多投資 在這個system上 划算了 所以JetBlue 是virtual的call center 所以這是我拿出來講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IT 什麼事不能做 很多都可以做啊 你說現在webcam會出完 監控不會有問題啊 你都看得到嘛 你都看得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當然你就不能在家裡面 你當時webcam可以監控 你就不能服裝不整啊 對不對 你不能穿個underwear 在那邊到處跑 以前you can do it You know right now you couldn't do it because you know your supervisor you know they can watch over you you know webcam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